不錯21樓的景色蠻好的 來帶大家簡單看一下我的房間有點亂 早上他們還提供一個很豐盛的早餐 昨天其實他們 我還蠻羨慕他們參賽選手 因為他們自己在各自開了友誼賽 玩得非常開心 然後我的電腦因為他們今天 每一個參賽選手 除了自己的電競主機之外 他還要用另外一台notebook 來做一些連線收音的工作 所以我那台被徵召走了 我晚上也不能跟他們玩 所以我就在這邊做功課 給各位看 主播車評不是這麼好當的 他整個round down 開場我們要自我介紹 介紹選手 然後到每一站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工作 好啦 我不知道這個錄起來的效果如何 如果不好大家就包含 來大家看一下房間其實蠻大的 然後廁所還不錯 有浴缸 棉製馬桶乾濕分離 然後我覺得這次蠻有意思 就是這邊21棟 我們這是什麼房間 我看 六幅萬宜 對我們這是六幅萬宜 他們這次把我們這飯店的整層都包下來 然後這整層 基本上每一間都是各自不同網紅所在的地方 然後同時也有播報間也有主控室 非常的完整 然後整個走廊布滿線 然後據他們所說 他們去拿一下 那個 據他們所說 他們其實 這邊這個飯店 其實就是他們電競團隊的一個 一個 算是總部吧 所以他們有電競團隊的休息室 休息室 讓大家看 剛好現在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READ 嘿嘿 哈囉 我剛好來排一下 你看我們地上都已經 布了線 然後小三好像是住這一間 鵝好像是住那一間 然後還有什麼 咪飛他們好像在對面 康康好像也是在這一間 昨天他們 昨天他們非常吵 可以看到 哇非常多機器 多少螢幕一二三四五的東西 還有一些 音控主控的專業設備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這個應該是無線電的設備 然後這一間到時候是我們的主播室 他這邊的燈 你看看 偷開 偷打開給他看一下 主播室 可能有點暗 然後有一台R7 到時候我跟安娜里 就會坐在那邊 主播 然後他這邊其實有放 貝奈利亞什麼 相關的一些贊助 贊助商的 露出的部分 那時候真的我應該也好久沒有發這種 Rogue式的內容 那這一次也是蠻特殊的體驗 其實過去已經 爆GP的車評有爆過一年跟加飛 那其實也好久沒有爆 好如果發片的這時間 其實這個直播應該已經結束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把連結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去以下的連結 然後再重看一次這個完整的比賽 我相信應該會蠻精采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還沒開始 大概中午的時候開始準備 我們等一下會累一次 然後中午開始一路比到傍晚 很快 然後他已經消失了 那甚至我們可以亂他 就是我跟安娜里就說 欸YES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 阿姨物你覺得起來 類似這樣 然後他就邊亂 他他必須要被我們干擾 喔你說對話那個 就是即時開啟對話 剛剛去這個日本部長那邊 開了一個會 希望能夠強調 那個YAMAHA的精神 DNA 或者是YAMAHA賽事 所以他希望 因為他們這次選的賽道 一些經典賽道 比如說Lagana Seca 那他希望在那邊可以提到一些 當時代表YAMAHA的一些經典車手 比如說Kenny Roberts 或者是Valentino Rossi 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又要 所以我現在可能要來 來整理一些資料 讓他可以 等一下爆的時候可以跟各位介紹 這種活動難的點就是在於 官方其實他們想要傳達的是他們的RDNA 畢竟這一場比賽 半就是以YAMAHA為主 然後他們那種系統式的 從最上面的M1 R1 R7 R6 R3 然後R15 它一整個階梯式的貫穿的感覺 就是整個R系統 R series的精神 那是他們官方想要傳達的 但是對於你們這些觀眾來說 你們一定會覺得說我想要看小三 講幹話 我想要看怎樣 想要看康康怎麼樣 主辦這活動難的就是 你要如何在 讓大家都可以吸收的情況 又可以傳達出完整 他們想要傳達的東西 而且它是直播 直播是沒有NG的 也沒辦法調整 沒辦法剪接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想辦法 利用比賽之間的空檔 置入一些我覺得他們YAMAHA的精神進去 好的 裝法完成 怎麼樣 神清氣爽 年輕20歲 我要繼續做我的功課 你知道我在這邊做功課 結果他們現在網紅們都起來了 然後三邊開始打鬧 但我這次沒有電動打 他們還有一個 還要做特別多的功課 來來看一下 問到為什麼要電起來 是小三自己習慣 就是散熱 喔散熱 對因為這個主機 因為打遊戲 對打很久其實很容易過 所以它可能要架比較冷 然後這邊有一個主控 收音跟螢幕都是用這邊來使用 那半夜你被叫醒你有什麼感覺 看 昨天啊 這個劇情是這樣 我們昨天半夜就是因為 周小潔無聊開一個直播 然後觀眾朋友們就抖念說 叫小生起床 叫誰起床 我們就會後來 因為他後來打給我 我就突然回電了 然後我想說 我都沒得睡了 等一下他半夜打給你 然後你回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想說半夜打應該是會有 就是有什麼狀況 我就問一下 那你要看是誰打 周小潔 康康我就不會回 因為他一定就在鬧 周小潔 我就想說 欸怎麼了 我問問看 他想要跟你約 沒有重點是 你知道昨天 敲你房門這件事情 對 應該說我過去是因為 有觀眾直播 的時候 抖念他一千六百多塊 欸這才是問題點 然後叫我起床 那我起床 我就賭完第一錢 不會進我戶頭 然後第二就是 我如果沒睡 大家都不用睡 所以現在去叫大家 班就乖乖的開門起床 真的蠻不錯的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我以為是早上 我以為是早上 喔你以為你睡過頭 我以為我睡過頭 我嚇到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人是這樣 我們以後出門就是像畢業旅行 這個傳統會延續下去 以後 幹不要 媒體試車也是這樣 發現一臉就是敲你房門 沒有欸我必須跟各位講一下 幹我們媒體二輪圈 有夠幼稚 受不了 為什麼拿這個 幹嘛 因為這個比較方便 對我沒有帶 但是她 對她的畫質會很長 對她的畫質很長 昨天你有被叫起來嗎 啊 半夜的時候 被叫起來 欸你沒叫她 欸這是故屁的是不是 三點鐘被叫起來 我是兩點 三點鐘被叫起來 真的假的 他掉你起來幹嘛 現在偷練已經來不及了 沒有我剛剛一直在畫安全帽 你在畫安全帽喔 我是真的放棄啊 對啊 我一直在畫安全帽 非壞有夜子閣在大家都放棄啊 對啊我們全部人都開始在畫安全帽 我覺得過去把她手指到 我剛好講就是說 少一隻就有一點 我們就是黑衣人 我們就把手放棄 然後他指摸的時候 就要一直解這樣 YoYoYo Yo Yo 二補已經來不及了好嗎 沒有我現在是在 我現在是在 為了讓你方便 欸怎麼每一個都在 都在改提一個安全帽啊 因為 因為本來沒有那個 對 我想說 你應該說沒有人會像小三那麼無聊 真的 真的 但是後來我聽到一個言論 我覺得非常棒 那就是讓你播放好播爆 對 確實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有沒有看到這畫面 車子都一模一樣 萬一人又一樣 對啊 所以我想說 我至少把一個很大的鈴子弄上去 你就知道按的是誰 沒有你就把整件衣服感覺露勢 我感覺好像一個人裸體在體身 對 超變態 我就為了你 我看你就來一個桃紅色的皮好了 那個幹嘛跟咪飛搶啊 欸喔他是好紅色喔 哇 國企也愛國 可能會被那個 有人現在才在偷練 為什麼你包成這樣 很冷是不是 很冷 我想到我的對策 什麼對策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的名次卡在中間 對 大家不會記得我 我還不如排在最旁邊 好爛喔 這個目標很容易達成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大家才會記得說 大家都只會記得第一名跟 那你已經做到了啊 這就是我的目的 大家都會只記得第一名跟最後一名 那你不玩給我們看一下 我昨天沒有看到你們玩啊 到底有多扯 好久喔 我最後一 我只看到排名你都是在很下面 可是沒有 有幾個 我不是最後 不是我說 我說你的人 人喔 制定車手 很帥啊 而且我有這一點安全帽欸 我真的 真實有這一點安全帽 所以你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而且給你們看我還蓋過幾 我改禮巴嫩 為什麼要禮巴嫩 你們會說你很嫩 小嫩嫩 這個梗還蠻特殊 我故意選 我就嫩 因為我停路邊欸 你們自己還說我 停路邊 你說比賽你停路邊 特停路邊設定 然後他們就全部一起撞 所以我自然沒有影響他們的團體 喔你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帥 好帥喔 它裡面的液體是對顏色嗎 因為就是水而已 它只是少女一點 但它的液體看起來好像就變色了 我是少女 嗯哼 我默默的離開 所以賽品無聊到摘出來嗎 沒有賽品超濃的 超濃的 好認真喔 因為太難了 幹這個就是周小潔 你看他比賽他騎車真的也是這麼認真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去直接 扳斷YES哥哥的手比較快 第二次遊跡 試試看 מה world has come together and maybe I just wanna let shine there is no good or better 剛剛來 離天哪來的啦 可以嗎 離天哪來的啦 離天現在摸一下 離天哪來 離天哪來 快點離天哪來 我讓他後退 也當了 這當沒有 可能 EN alumnus 好啦 這個我想就是一個簡單 跟大家分享 或許下一次有機會 我可以當選手 選手很爽 你看住飯店吃東西 然後睡覺 然後打電動就這樣 我好好練 我幹掉 YES 以上就是YAMAHA這次的 Series 迷人盃的Vogue介紹 記得收看阿伯 記得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